好,那我解除了技術品 但是其實我覺得我沒有出來 那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平常為什麼不做錢報什麼樣的 基本上我做錢報只有分三個要點 那我今天就拿那個 你知道進來這個 摩扎同學Space 在這邊租場地或建築場地 有一個不休閒嗎? 那會有一點在前面就跟大家宣傳說 就是摩扎的感覺 那這個簡報是一個大概五分鐘到十分鐘 其實就在看 當時在這邊看MPO的他下落很明顯 然後結果主要大概是五分鐘到十分鐘 甚至有可能到十分鐘到十分鐘 那在 每一個MPO在講的時候 其他動作都不太一樣 那我自己的話 我們當時都是改Maver 20 他有給我們的一份State的Slide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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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畫面要用那個Source社區 其實也不用Source社區,這邊也不HT 好,那這算是那個我們Standard之外的 我們可以把換句修過去幾個畫面給大家看一下 那,一開始會介紹一下說 就是Long's Meadu的場地 然後它是Mozia戰術的 然後會介紹一下說我們社群在幹嘛的 後面會介紹一下我們可愛的Fox Moza 然後開始幹嘛的 那接著呢會再邀請大家做自己的工作 我一個是執行一個把照片存在11個的動作 然後跟執行一個到Facebook的打卡動作 那以及如果有興趣的話 在牆旁邊那邊其實有一個QR動作 我們可以收到Long's Meadu 那最後呢就會說 那換大家加入我們 簡單講一下 這是Irban Game的Standard Slide 但是其實我們也會稍微做一點改變 那像我的畫 我平常不做簡報 我平常做簡報只有我掌握一個 其實就掌握一個兩個三個 對我來說我覺得這三個重要的要點 第一個是 一個簡報 一次你上台一次就只抓去一個要點 然後你的目標是我講誇張一點 就是萬一聽眾 在10分鐘之後就把你講的全部都忘記了 沒關係 他不要自己的這件事情就好 你就先把這個東西訂出來 所以那對我來講就是他的訊息 每次的講話就會有一個訊息 不管他是10分鐘 15分鐘 20分鐘 再10分鐘 都會有一個訊息 那第二個呢是 上台就是有一個表演 所以說你本來就要把你在台上 可能會發生的一些狀況 一些事情都要想一下 然後可以用什麼樣的語調 用什麼樣的動作 然後你其實在什麼時間點 你抓到大家的注意 這些東西都要去找 那第三個呢是排 你的表演的順序 我自己排的 排所謂的順序方法是說 因為我剛剛會有群情message 對不對 那這些事情我沒有那個post-it 然後相機在牆上 我自己很奇怪是 如果我要做一個全新的投影片 我要做一個全新的slide 然後準備一個全新的情報 我就群站在門旁邊 或牆壁旁邊 然後手中就拿一個大堆的post-it 然後跟簽字 那我想到的slide 大家在講什麼樣子 我就把他寫起來 然後貼在牆上 所以 比如說像 這邊有很多的post-it 對我來講可能就是 我在準備的時候很多post-it 那我就會把他想到說 比如說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 我自己怎麼準備情報 而且我只有我的一種 所以我一定要 想辦法告訴你們說 對我來講最重要是什麼 那我就跟你好 對我來講最重要的就是 今天你就算忘了我 讀我什麼東西 你不要記得 一次剪刀 最重要的就是只有一件事 撥得他們也寫出去 所以當你這樣撥得多的時候 無所謂 但是你要記得就是那件事 那所以我就把這個pnc 就先寫下來說 重點就是一件事 然後就把它貼在牆上 那接著我再用這個程度 地方再去把想說 要可能是長什麼樣子 那我自己有 把那個modecw的 slide 稍稍整組成一個配合 好這邊 這是我那一天 沒有 裝過去 它應該可以放大 它不能放大 Ctrl加滾輪向上 Ctrl加滾輪向上滾輪在哪裡 沒有 沒有開 好 對 那這樣我來 OK 旁邊講 OK 那 這個是 會員本來的那個slide 出去 那對我們來講 其實 modecw的開場 警告 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這件事 對 我問你嗎 你們覺得最重要的 是什麼事情 我每次在看大家的出場地的時候 開場的時候 我當時照顧成功 最重要的是什麼 捐款箱 捐款箱 好啊 捐款一下 有什麼 WiFi 還說什麼 WiFi WiFi 就是你覺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讓五分鐘之內 如果大家說 出國夢記要求起 賣一件事就好 這裡是模式公表 這裡是模式公表 有沒有可能 Aurine 你要找我嗎 沒有 你只是要暫時能說 這是 這裡是模式公表 OK OK 對我來講 對我來講 所以 最重要的就是要告訴大家 他說 你正在使用一個 三星組織所 提供給費支援 所以 歡迎貢獻我們 最重要的對我來講 這件事情 那 所以 你要講這件事情的話 其實在時代的最後面 在這份時代的 可能就是最後面 你也可以幫 捐款 跟 有好多好多的坑在這裡 要去哪裡跳 最重要的坑在這裡 但是好 但會不會再往回 往回建構啊 對我來講 很欺負自己 你就先貼這裡去 就是 請爸爸 Tell us 然後就Care 然後Care 然後開始去 罰難的時候 就是好 所以他 可能會有哪些 工作 比如說 我要這樣捐款 我要從事家告訴你說 其實這邊是會花錢的 在這裏 這邊是會花錢的 所以我就好 這邊花錢 我當的人 人均 花費1% 10人 我們花錢在幹嘛 都在電費 什麼 你才說你記 或者說不會買水 什麼什麼 然後我就把 搭檔先列起來 那就是 你好多好多坑在這裡 但是如果你要跳 他去看你跳 那我會 我會講 再分支一個slide 然後在上面選說 嗯 你有 如果你要跳的話 後面有 表可以填 那 這些表 你都會收到相關的出息 那在我們上面好 那他們願意幫忙 之前他們可能要對付組織的作業那件事 所以在大會介紹所有的事 那所以這個組織 大家要幫忙什麼 跟 我們這個 大組織裡面的小團體 這個小團體 本身在大會做什麼 然後 你把那些單位 都會像是這樣子 你在一天寫的時候 就會像那個 Posting那樣子 就會點出來 那接著你會開始在調整 他的順序跟把 兩三個可能很像的東西 集合在一起 那 這個組織 為什麼要Posting 來做的很可能 因為 每一天它可以 很容易的 就換資訊 那你每當每一天 上面就提起 也就換過一個 小團體就好了 這樣子 你在更換資訊的時候 就比較快一點 那 更換資訊 可能有兩三個 一樣的東西 要攪拌在一起 就把那兩天 在一起 那到時候 做出來的時候 就是 一起做 那這邊可以 推薦 各位 如果你有啊 可以的話 他有這個App 叫做 叫做 翻譯 可以看一下 那 它是打個樣子 那 它其實就是很多很多 邊編 你可以去製造很多多邊編 然後在上面可以畫 那為什麼我會用這個邊編軟體呢 就是因為說 在上面畫的 是可以隨便畫 那 對我來講 我其實 很多時候我會畫的 就很像 讓他畫畫 畫分析看 然後就是 已經在畫 大概說 我畫的 是要做什麼樣子 那現在你經過了不斷的 那個 Range 然後我去重新畫 去刪掉 合幣 或 增長之後 就會出很多 的Style 那就出很多Style 接下來 你就會自己 接下來就要自己 把它數個假 一次試試看 然後就會看到 說有什麼高度的數 或有什麼 這樣講會過 然後可以刪掉 到最後的時候 就會加 一點油漆 然後我可以把它拿出來 那這邊你會舉個例子 就是 我自己之前是有講 那個 祝國犬相關的 講 那這一點相關的 在學校裡面 都是一堂課40分鐘 來算 但是我去上一個課 然後他跟我說 把那個 你的簡報 最合理的簡報 濃縮在1分鐘 30秒之內 要講完 那我就當 那個 前一天就幾乎沒有睡覺 就是一直在講說 好吧 所以 我要怎麼把40分鐘 更多的Style 能說到1分半天講 讓大家還有辦法 Catch到我說的那些事情 答案就是不可能 不然大家可能都不跟他講背貌 對不對 所以說不可能 所以那 好 退步就真的要面對 這最重要的問題就說 好 那所以如果大家把所有的 我最重要的 區塊是什麼 我那個說話 特別有改變 我本來在講 桌權的從頭到尾 然後會講說 桌權的發展怎麼樣 然後後來變怎麼樣 那在數位 數位性的時代 中央怎麼樣 那所以 CD怎麼樣 我本來的那個 是這樣的 那後來我們改掉 那我改掉 就是說就是 大家都知道是桌權 桌權就是保護你的權力 我覺得我只可以把它換成 就是保護你的權力 但是同時間 那在數位時代來講 會遇到一些問題 所以 CCD CCD的方法是什麼 若有需要更多訊息 請上來搜尋 這樣我就把那個 Message變成這樣子 那 只是要讓他們知道的時候就是 喔 原來我 所認識的製作權 是有缺陷的 對我來講 那時候的經兵是 只是這樣 然後如果他有信息 他就後面再去查其他人 那 這是一個 簡報所解的一個範例 那 我一直想要 就是跟大家多 介紹一下說 就是 我是怎麼做簡報 因為我覺得 我們已經那麼多的波折 然後最後我們去刪過一些 專業課程 那去上專業課程之後 就覺得說 其實是 就是 簡直下去 他可能會 也會知道的 但是就 我覺得很難 因為我曾經 我曾經準備都 大部分的文章起 然後我發了之後 就 我完全沒寫 就說一個轉頭 那所以說 反正 借這個機會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這樣子 謝謝